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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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走到另外一個主題上去 這個主題叫做 性格心理學 在我們開始講性格性理學之前 我們要來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就是說 我要請同學們想一想 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一定碰過一些同學朋友 你覺得對於你來說 當你看一個人的時候 你最容易 想到的一個人或是兩個人 他的性格裡面有什麼特色 請你用形容詞來形容他 就你身邊的人 你去想一兩個人 或是想更多的人也可以 你去想想這些人有什麼特色 然後請用形容詞去形容他 然後把這些形容詞告訴我 體貼 很討厭的人也是可以 要你 好 再兩個 你是考我的中文 要給我拍拍手 我跟你們講 謝謝 好 我為什麼要你們寫這些 其實在我們在談 這個personality 的時候 你看你每個人的心理 其實都有一些對於性格的看法 我要你們講 你們很快就可以把這些 這些對於人的描述講出來 所以我在開始講性格心理學的時候 我先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性格心理學家 你不必念過心理學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性格心理學家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內隱的性格理論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理可能都會看到人有不同的看法 這些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內隱性格理論 可是呢 最要小心的就是說 我們看別人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跟我們自己的人生背景 有些關係 那這些人生背景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沒有關係 這是個別差異 但是最怕的是 如果你看人 只用幾個特定的角度來看 那你就會形成一種stereotype 就這個人永遠你看他是 嚴厲還是不嚴厲 這個人只要不嚴厲 你就覺得他是好人 他只要覺得他嚴厲 你就覺得他不是好人 如果你把這個人只用幾個小小的 特定的一個dimension 就把他們分類的話 那就很危險 因為你就形成了stereotype 就形成了對人的刻板印象 那不只是這樣的刻板印象 就是說這些對人的看法 其實我們對人有些看法 有些人專門看男生女生 那其實在關於以臺灣的大學生 以及不同的族群所做的研究發現說 西方的社會的這個角度裡面 沒有聰明這件事情 可是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其實聰明是一個重要的dimension 就是我們看人是會以聰明不聰明 來去決斷人 其實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你就是去評判別人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講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的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 而對人產生一些不好的刻板印象 這是我在開始講 personality theory 的時候 要先跟大家說的事情 那personality theory 到底在研究什麼 如果說穿了的話 其實他就是不斷地在研究個別差異 我們把人用不同的性格去表示 其實就是在研究個別差異 我們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 去研究個別差異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 就是你們的課本裡面有提到的 personality theory 那我只提課本上有的 那其他你們真的對性格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修必修科性格心理學 OK 那我們不同的心理學家 用不同的方式去研究個別差異 最有名的人 是我們已經提過的 弗洛伊德的 psychoanalytic theory 對不對 口腔性格 肛門性格什麼 他其實就是用 用一整套的psychoanalytic theory 去研究人的個別差異 這是第一種 那我們下面要接著講三種 第二種 我們要講的是 用自尊跟自我概念這件事情 來去瞭解人的個別差異 那你說這怎麼叫做 personality theory 呢 我們應該這樣想 就是說 當我們對自己有一個某種評價的時候 我們所顯現出來的我們這個人 也會跟 另外一個對自己的自我評價 自我概念不同的人 會顯現一個不同的風貌 所以自我概念本身也可以當作一個 personality 去瞭解個別差異的一個方式 所以自我概念也是一種 personality 的 這個切入的點 然後第三個我們要介紹的是 你們書本上也有講的 big five theory 然後第四個呢 我們要講的是 temperament 叫做氣質理論 因為我已經把 這些名詞都寫在這邊了 所以為了讓這些名詞呢 有好好的利用價值 所以我會先跳過 self-esteem 我會先從 self-concept 我先從big five theory 講起 因為我們會用到它 請大家翻到書本上 一百五十二頁 心理學家 有一些心理學家呢 他們覺得 人就是有一些特定的 trait 它其實是一種 trait theory 叫做特質論 有一些心理學家覺得 當我們在研究人的個別差異的時候 可以把人 想成說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 那我們要做的是 就是找出來 有哪些特質 可以最快的 把人分類 有哪些特質是我們一般人 在分類人的時候 最常用的分類 好 那 這樣做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讓大家去想想看 你怎麼分類人 好 大家已經幫我做了一些事情啦 好 那可是這麼多分類的方式 到底什麼是真正在背後 大家都會想到的 而去分類人最有效率 最快 最容易的方法 我們怎麼樣把人分類 那因為你可以想像得到 好 比如說 樂觀跟幽默 可能他背後 所反映的是同樣的一種 某一些類似的特質 讓人 就是這些人是很類似的 那比如說 溫暖 體貼 親切 可能是又一種人 大家覺得呢 還有什麼 謹慎 這個可能有一些關係 好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要大家都把你們覺得 當我在看人的時候 我可能常用的一些角度 全部列出來 可是當大家列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大家列出來的東西 雖然外顯的語言上面 用不同的方式表達 可是他內在可能會有一些類似的 概念存在 好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就會用一些統計的方法 比如說 我現在有十五個名詞 一號名詞 二號名詞 到十五號名詞 那我可能是一百五十個 或一千五百個都可能 對不對 然後一號名詞到十五號名詞 那我可以 大家都很熟了 現在大家都在做統計 所以我們可以對這些名詞 全部都求相關值 所以他的相關值可以是 點八 點七 點六 或者是點零 或者是負的 什麼都可能 所以我可以列出 大家所有人的相關值 列出相關值之後 我用這個相關值的表 我可以做一些更複雜的統計 那這個統計方法 我們叫他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簡單地說 就是當我們去把所有的這些名詞 全部都做了correlation 之後 做了相關之後 那我們可以去萃取出 哪些哪些的 之間的相關是很高 哪些是很低 然後他們的距離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 在坐標軸上 去把它變成 比如說 兩個坐標軸 三個坐標軸 四個坐標軸上 我們可以去把這些相關值很高的 一堆一堆的 放在一起 OK 那我們就可以決定說 到底有幾個factor 事實上是在人 在想 別人的特質的時候 所真的使用的 那個背後的概念 到底有幾個 那這樣的特質理論呢 在過去幾十年上百年中 大家前仆後繼地不停地做 而且呢 隨著 當然後面也有不同的理論 然後 隨著 統計方法的慢慢地在進展 也讓這樣的特質論的 這個說法越來越進展 那現在呢 就是 很多年 最近這幾十年來 最有名 也最確信的是說 人的特質 我們的factor 大概可以分成 五類 就是你在書本上看到的這五類 叫做 openness 叫做 conscientiousness conscientiousness 我們通常比較難翻 openness 翻成開放性 所以你看他的說明是說 這個人呢 他其實是 對於很多事情都是很有興趣的 外界的事物他都願意開放的心胸 來去了解他 對興起事物的接受度也很高 這個叫做 openness 那第二個叫做 conscientiousness 我們把它翻成 勤勉 審慎性 第三個是 extroversion 就是 外向性 第四個是 agreeableness 就是他什麼事情比較容易同意 我們叫他是親和性 第五個叫做 neuroticism 神經性 可是這個很 不曉得怎麼解釋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翻成 情緒穩定性 所以 neuroticism 就是情緒不穩定 可是相反的 他就是情緒穩定性 那 big 5 是必考題囉 那你們不用擔心 怎麼背他們呢 我們寄一個英文字叫做 ocean o-c-e-a-n 你就會發現 openness 的開頭 然後 conscientious 的開頭 extroversion 的開頭 o-c-e-a-n 剛好就變成了 ocean 這個字 所以去把這些記住 所以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我們使用特質論 把人對於人的印 就是大家容易對別人的印象 把它做了這樣子的整理之後 用統計的方法做了這樣子的整理的時候 發現說我們只要用五個 factor 就可以去解釋 絕大部分的 我們對於人的看法 值得提醒大家的一件事 就是 conscientiousness 所謂的情緒審慎性 這跟我們剛剛講的 plenfulness self-discipline 也很類似 這個概念也很類似 那這個 plenfulness self-discipline 或是 conscientiousness 發現是跟預測青少年的適應性 預測青少年未來的能力 或者說他處理社會關係 處理他的工作 什麼等等的能力 都有還蠻高的相關 就是情緬神聖 self-concept 請你翻到課本上 請你翻到133頁 每一個心理學家 我應該說很多心理學家 都有提到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 self-concept 一個叫做 self-esteem self-esteem 我們把它翻成至尊 可是這個 self-esteem 英文的至尊 跟中文的至尊 有非常大的不同 中文的至尊 常常說 哇 這個人至尊好高喔 意思就是說 你隨便講一點事情 就好像傷了他的自尊 他就 就是 情感上就不能夠控制啊什麼 所以 說一個人自尊高 在中文裡面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對不對 表示他 非常在乎自己 過分在乎自己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能夠 好像去 觸犯到他 好像很容易受到侮辱這樣子 可是英文的 self-esteem 這個字 自尊這個字 卻是代表的 self-confidence 是一個好事 就是說我對我自己很有自信 然後 self-worth 我的自我價值感 也是一種 self-esteem 每一個學者 當他在把自我的概念 放進性格心理學裡面的時候 他所使用的 self-concept的定義 跟 self-esteem 的定義 都不大一樣 可是因為這門課是講青少年心理學 所以很多的講 self-concept 的學者 他們關心的性格心理學家 他們不是關心兒童跟青少年 所以我只介紹這個人 他對於 self-concept 跟 self-esteem 的定義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心理學家 都使用這種定義 所以要先跟你們講清楚 那我用的定義 就是你們所熟悉 我已經介紹過的這個人 叫做 Susan Harter Susan Harter 在 133 頁裡看到 他把 self-concept 界定為 你在一個 特定的領域 對自己的看法 他是一個 domain specific 是一個特定領域的 對自己的看法 叫做 self-concept 而他把這些不同的 domain 整體的 就是所謂的 global self-concept 就我整體對我自己的印象 叫做 self-esteem 所以 self-esteem 是一個 我自己 自我整體對我自己的評估 是一個 self-esteem 可是每一個不同的 domain 他叫做 self-concept 所以在 133 頁的中間 那個 measuring self-esteem and self-concept 裡面的 第五行 你看到 Susan Harter 那他怎麼樣測量呢 他測量 self-concept 的方法 他用問卷測量 他的測量方法是用了一個問卷 叫做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adolescence profile 我們通常翻成 剖面圖 就是他可以在不同的面向上 可以去看 adolescence 在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 domain 上面的自我評估 那你請你看看這八個 domain 包括哪些 第一個是 scholastic 是學術上的 就是他的學業成績 然後第二個是 athletic competence 當然就是他的體育能力 第三個是 social acceptance 是社會接受度 第四個是 physical appearance 就是他的外貌 然後第五個是 behavior conduct 就是他的品性 操性 第六個是 close friendship 所以你看看 剛剛看到 social acceptance 比較像人緣 可是 close friendship 比較像友誼 然後再來第七個是 romantic appeal 對於異性或是伴侶的吸引力 現在可能不能講異性 就是你的愛情的吸引力 然後最後一個是 job competence 就是你的工作能力 那這八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 global self-worth 就是我們說的 self-esteem 就是整體的自我價值感 那你知道了這八個項度 你現在在課本上看到之後 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一個人的 global self-worth 跟哪一個或哪幾個 self-concept 最有關 你的哪幾個 domain 的 self-concept高 最容易讓你有整體的自我價值感 社會接受度 ok 很好的答案 還有沒有呢 第一名是誰 外貌 臉是不是 physical appearance behavioral conduct 品性操性 job competence 工作能力 好喔 你們覺得其他沒舉手的人 請問第一名是哪一個 closed friendship 還要講 沒有 我現在就是說 問說 你們覺得 這剛剛提出的幾個裡面 哪一個是第一名 social acceptance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來來來 我告訴你 青少年非常現實 其實是 physical appearance 然後不論在美國的研究 或是跨國的研究 都是如此 physical appearance 請你翻到135頁的右下角 你會看到的解答是 美國的資料 physical appearance 第一位 跨國的資料 physical appearance 也是第一位 但是他們稍微有一點點改變 你會發現說 在美國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也許就是 競爭還蠻激烈的一個地方 scholistic competence 是第二位 但是在其他國家裡面 behavior conduct 品性操性是第二位 那還包括什麼 就是大家剛剛說的 social acceptance 還有呢 功課好是有用的喔 對不對 scholistic competence 在跨國的研究中 也發現是有用的 然後還有就是 athlantic competence 就是體育能力好 其實也是 就是global self-worth 對青少年很高對不對 因為 你在學校裡面嘛 體育課 各式各樣的球類競賽啊 什麼的 我想現在很多 就很多學校的同學會 封 校隊的 同學嘛 也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幾個 就是 跟外貿 跟社會接受度 跟成績 然後品性跟體育 是特別有關的 好 那 除了用 這是自我報告喔 就是 除了用自我報告 可以 去了解青少年的 self-concept 跟self-esteem 之外 那我們也還有 另外的兩種方法 一種是 用別人的報告 同儕啊 家長啊 老師的報告 那另外一種是 我們用觀察法 那這個我們下次會信 一起講 好 下課 好 回想一下 我們之前講了什麼 我們說 心理學家用不同的方式 來了解人的個別差異 那他們用不同的理論 不同的結構 去思考 人的個別差異是什麼 那我們說這個叫做 性格理論 我們講了很多種性格理論 那我們說 佛洛伊德本身 就是一個性格理論 他把人的 instinct 跟他在 instinct 中 他如何跟環境互動 等等 做了一些 對佛洛伊德的說法 然後比如說 口腔性格 鋼門性格 以及他的發展歷程 等等 那我們接著又說 還有另外一種性格理論 叫做 trade theory 叫做特質論 所以在黑板上 給大家很多的形容詞 我們告訴大家說 當我們在 描述一個人的時候 雖然可以用這麼多 不同的形容詞來描述 但事實上到最終 這些形容詞背後 可能是 深層的 在我們心理的架構 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用 因素分析的統計方法 先找出 你說形容一個人 為這個形容詞的時候 是不是也容易 把另外一個形容詞 舉出來 那我們用科學的統計方法 能夠萃取出 比較重要的 那個背後的比較大的 人的深層裡面 真正有的一些特質 然後我們說 現在最有名的理論是 big five theory 有五種 那也請你把那五種的意思 背下來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作業 也有請大家做 其中的題目 後來我們又接著說 其實還有一種性格理論 是人怎麼樣看自己 人怎麼看自己的性格理論 有非常多種 但是我們舉出一種 是Susan Harter 的理論 因為她特別關照 從幼兒到兒童到青少年 他們的自我概念 以及自尊 那我們上次就說 Susan Harter 有一個測量工具 那這個測量工具 在你們書本上 又把它列出來 告訴你有八種不同的domain 那這種八種不同的self-concept 我又問大家說 你覺得哪一種 跟global self-concept 同時也就是所謂的 self-esteem 是最有關係的 那大家說了很多答案 那最後我們發現 是physical appearance 其實是在這個中間 最被重視的一種 如果我們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再來想想看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測量self-concept 就是 Susan Harter 的 self-concept 的概念 除了用測量工具 做自我報告 self-report 之外 還有一種方法是用 老師 同儕 或是父母的觀察法 第三種 請大家看一下課本 叫做behavioral observation 第二種我應該說是rating 就是應該是rating scale 就是從旁人來做rating scale 那第三種 其實是behavioral observation 請你翻到書本上的133頁 告訴我們 如果你在課堂上看到這樣的孩子 他在課堂上的某些這樣的表現 在同儕互動中的這樣的表現 那麼我們會說 他的self-concept的高與低的 positive 跟negative indicator 那這個可能對教程的同學 將來還蠻有用的 所以我一個一個跟大家來 第一個 positive indicator 是 你會 give others directives or comments 就是你願意把你自己心裡想的 對別人的一些看法或是什麼 講出來 第二種是 當你在說話的時候 你的voice quality 你的口氣其實是跟這個當時的狀況 是很配合很恰當的 然後第三個是你願意把你心中的意見表達出來 第四個是 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 你願意跟人家坐在一起 一起完成社會互動的一些目標 或者是一起做一些活動 第五個是你在團體裡面 願意以合作的態度去面對 大家 然後一起完成一個工作 第六個是 當你在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不論是你跟別人講什麼 或別人跟你講什麼 你都願意跟人家面對面 可能還有eye contact 第七個是 哦 第七個就是 maintain eye contact 在你講話的時候 你的那個 是有眼神的互動的 然後呢 第八個是說 你願意啟動一些 很友善的 姿態 然後跟別人開始交朋友 就是比較友善的 與別人互動 第九個是 你跟人家互動的時候 你們之間的空間是舒服的 不會太靠近也不會太遠 然後第十個是 當你去講話的時候 尤其是在公共場合講話的時候 你不會有太多的遲疑跟猶疑 而且你可以在講話的時候 比較fluent 比較可以很流暢的講出來 而不會一直擔心什麼 或是沒有辦法把話講全 那我們看一下 negative indicator negative indicators 的意思是 比如說 你會在 談到別人的時候 惡作劇 講別人的嬉笑怒罵 講別人的壞話 然後給人家亂取很難聽的綽號 或者是講別人的八卦 然後第二個是說 你用的一些姿勢 或者是一些口氣 都跟當時的情境非常不配合 比如說 老師上課上一半 你要提問題 可是你提問題的時候 的那些口氣或做法 事實上是跟 課堂上的情境是不配合的 然後第三個是 你也許跟人家工作的時候 應該有physical contact的時候 你沒有 然後不應該有physical contact的時候 卻有一些 不是很恰當的physical contact 那這些就可能 可能 再嚴重一點 可能就變成性騷擾 第四個是 當你自己失敗的時候 你老是說 我運氣不好 老師看不起我 老師故意刁難我 或者是 別的同學有在作弊 什麼等等 就是用一些方法去 用一些藉口去逃避 正面看待自己的失敗 然後第五個是 就是過分的吹牛 然後告訴人家說自己 多棒 多美 什麼樣的技巧多好 外面有多少人在追我 什麼等等之類的 就是過分的吹牛 還有第六個 就是他把自己看得非常的低 老師說自己不好 然後在別人面前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 用言語把自己說得很糟 然後第七個是 講話 不怕太大聲 或是用非常武斷命令的字 方式講話 或者是講話的時候 是會突然冒出來 也就是情境不恰當的意思 所以這些 indicator positive 跟 negative 可以其實你就算你手上沒有測量工具 你也可以用一些觀察法 做一個初級的一些了解 那如果說你發現這個孩子的確跟別人很不一樣的話 多觀察觀察 也許你可以跟輔導老師合作 然後對這個孩子做一些 一些想辦法做一些介入 或者是去多跟他談一談 以上是從 Susan Harbert 的角度 來看 self-esteem 跟 self-concept 其實 self-esteem 跟 self-concept 我們可以從一個發展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從 性別差異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你們覺得一個人一生當中 通常他的 自尊 最高的 大概是什麼時候 兒童期是不是 你覺得你自己的自尊 在你的人生 二十幾年的生命當中 你覺得你站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是比國高中高一點的還是低一點呢 好 我們來解答一下 看看上書本上的圖怎麼樣告訴你 請你看到 一百三十四頁 你人生最高的時候大概有兩個點 一個是兒童期 尤其就是你在國小階段 而且到了高年級的時候 已經是小學裡面的老大哥的時候 老大哥老大姐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是最快樂的 你的自尊是最高的 然後接著你就要一直等 等到你六十歲以後 你的自尊才會到那麼高 然後最低的點在哪裡 就是現在 十八到二十二歲 是人生的最低潮 所以他大概在什麼時候開始下降呢 其實下降很多 一下掉下來 其實就是這是美國統計數字嘛 所以就是他們上Junior High 從全校的 老大 到變成到High School裡面的那個 那個最小咖 你那時候可能還是兒童的體型 然後就比別人那個 那個國二國三什麼等等的人要 要小一節 然後呢能力也沒有他們好等等 所以那個時候是 一下子掉下來 好大概在 七年級六七年級的時候開始 就整個掉下來 所以那最低的點 就差不多是在大學階段 好再慢慢到中學到大學再掉一點 然後你會發現這一路上 就是從國小階段以後呢 男生的自尊比女生高 一路都是如此 好那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只有在小學階段和八十歲以後 你才會看到說 女生的自尊是比男生高的 以同齡來說 好 那所以 in general 其實是男生比女生 在一生當中 他們的自尊通常比較高 好這是從一個人的 lifespan 以個體本身的lifespan 來看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可以從一個 所謂的 secular trend secular trend secular trend 指的是時代潮流的意思 就是在不同的時代裡面 青少年的自尊 到底有多高 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是說 你們課本上有一個新的資料進來 這個新的版本的課本 那我自己也有感受到 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新甫送信線非常的滿 然後很多很多同學會 去幸福中心求救 那一個原因當然是現在 大家對於心理輔導這件事情 比較看得開 以前會覺得要避諱 可是現在沒有這樣子的避諱的事情 所以大家會願意去 那第二個就是其實 青少年的問題的確變多了 對自我的懷疑的確變多了 所以他會開始去找人 去尋求協助 可是好像不到十年前 我聽我們系上的老師 因為那時候電腦試測還沒有這麼流行之前 那我們系上其實是 每年開學的時候是有所謂的大樣本試測 大樣本試測就是說 你可能需要篩選一些同學出來 做特別的 測量 或特別的研究 但是你希望某一類的人 所以就會 做大樣本試測也是可以給 這種心理系 拿實驗學分的 所以 在那個幾年前 五六七八年前 還有做大樣本試測的時候 好像不到十年前我還聽到我們 系上的 林創祖的老師跟我們講 說 隨著他 在over the years 在做這些測量的時候 他發現台大學生 是覺得自己比較幸福 比較快樂 覺得自己比較棒的 好像在不久之前 他的大樣本試測的那個潮流 年年年年試測上面 好像還有一個增加的趨勢 那現在當然沒有 已經不再辦這種大樣本試測了 因為我們有別的辦法去篩選到同學 可是 為什麼這幾年 總覺得好像台大學生出了很多問題 自我懷疑又特別多呢 這跟現在的科技狀況 大家用臉書 用IG 用什麼等等 那你每天的生活溝通的範圍 整個時代的那個整個的氛圍是不一樣的 好像人就改變了 所以我們很難講說現在的青少年是什麼樣子 不過我還是給大家看一下現在課本上說的說法 他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請你看133頁 第一個說法是現代青少年是自戀的 你在最下面一段可以看到 現代青少年的自戀 我們用Narcissism 這個字來形容 Narcissism 其實他 他其實也是 事實上是水仙花的意思 那就是 神話裡面在講說一個人 因為覺得自己很漂亮 所以 一直看著 池塘裡面的 倒映出來的自己 然後後來不小心就失足掉到水裡 後來水上就長出了一個水仙花來 所以就用這個字來去講這個自戀 那青少年的自戀在現代青少年 甚至有給了一個名詞叫做 The Generation Me 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叫做The Generation Me 就是說 在21世紀的青少年 其實有這樣的傾向 他們是 非常自戀的 覺得自己 非常好 會得到很好的工作 學業成績也很進步 然後他的 父母親也很好 他的同儕也很好 就基本上就是覺得自己都很棒 一切都很棒 可是慢慢的又有新的研究出來 告訴我們說 不是這樣的 青少年其實是非常彷徨的 那這幾年這樣子的研究呢 就是互相 對話之間會互相衝突的研究慢慢出現 那我覺得有個可能性是 因為現代的社會 實在變化太迅速了 所以你五年前做的研究 已經不能apply到今天了 那大家每天都在變化之中 生活中的整個的氛圍是有所改變的 但是無可否認的 當你的 self-esteem 低的時候 當你的自尊低的時候 自信心低的時候 他的確後面就跟著 很多很多 不同的 現象出來 在你的136頁 他有個大標題 叫 consequences of self-esteem 那 consequences of self-esteem 到底包括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過的憂鬱症 厭食症 自殺 或是科藥 所謂的物質濫用 或者是違反行為 其實這些 都可能是跟 self-esteem 的低落是有關的 那上次我們已經從 Eriksson 的理論去講了 就是青少年 他其實是很徬徨的 因為他在 找他自己的 self-identity 他需要找到 自我認定 是 跟過去 他被教育的 自己 是不同的 他要去相信 自己這個人 他怎麼樣去界定 他自己目前的狀況 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會 不曉得自己是誰 那個彷徨中間 他又必須 去找到自己 那有的時候他就用快速的方法 去做一些大人做的事情 或是他為了逃避 這件事情而去做一些 違反行為 或是他為了 去跟同儕有所交集 他去跟著同儕 去做一些 荒唐的事情 那從 跟同儕做一些荒唐的事情 父母不同意 然後跟可能比他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一起做這件事情 而讓他覺得他自己是 有自我控制感的 這個是新的我 是父母管不到的我 如果他的自我認定 還沒有完全找到 而自尊又很低的時候 那通常青少年在這樣子的心理機制底下 就更可能 去做一些 我們自己覺得 我們會覺得是不適應的一些行為會出現 那這是以上我們要講的Self-Esteem 那我們就等於是已經講了三種的性格心理學 那第四種 我上次有 跟大家在黑板上寫出來 就是 temperament theories Temperament 這個字 我們叫他 氣質 在中文裡面有 這個人很有氣質 的意思 可是這裡不是的 在英文裡面的 temperament 氣質這個意思 我們可以給氣質一個定義 在西方 心理學裡面 在講氣質的時候 他通常 imply 他是一種 individual differences 沒錯 當然 所有的性格理論都是在講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可是氣質理論的 individual differences 他的特色是說 他 happened early in life 你在生命的早期 就可以看得到的個別差異 我們叫他氣質 生命早期 甚至找到新生兒 甚至找到嬰兒期 而且呢 他是 stable somewhat stable across time 我們用 somewhat的意思 因為孩子的改變是很大的 但是 我們任何時候 當我們在想要研究個別差異的時候 這個個別差異一定要 有某種的 穩定性 不然如果他今天是這樣 明天就變了一個樣子 那我們何必對他關心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研究的個別差異 一定是 他可以得得出 某些穩定性來的 就是比如說 三個月大的時候的孩子的特性跟 他五個月的時候 七個月的時候 這群孩子的特性 是有 time one time two time three 是有相關的 是有顯著相關的 所以這是第二個 關於氣質的 背後的一定有的定義 那第三個有的定義呢 就是說 assume more or less 在氣質理論 一定會講 他是有一些biological basis 可是這個世界上 非常多的氣質理論 我想是 五個手指頭數不完的 就是有不同的學派 不同的學者 有說明他們自己的氣質理論 那有些氣質理論的確是很不相同 但是他們在每一個氣質理論裡面 或多或早 或多或少 都有把 biological basis 放進去 就是他有一些生理基礎在裡面 那有些氣質理論講得很多 很著重 有些氣質理論講得比較少 但是他們都會有一些 好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兩派的氣質理論 一派是最老的 一派是 目前很流行的 我們先講 比較老的一派的氣質理論 剛剛開始出現 第一次出現的氣質理論 就是這兩個人 這兩個叫做 Thomas and Chess Dr.Thomas跟 Dr.Chess 是兩個在 紐約的 小兒科醫生 他們就發現說 孩子們很小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孩子們是有個別差異的 所以他們就大量的去訪問 紐約區的父母 有小小孩的父母 然後去了解說 這些父母怎麼樣看待這些孩子 然後他們用了一些不同的向度 去說明這些孩子 大概有什麼樣的特色 你們書本上沒有寫太多 我可以大致告訴大家 比如說 他們做的問卷裡面 從問卷分出來的一些 小孩子的 氣質特色 比如說包括他的 Activity Level 就是包括他的 活動量 或者是 Rhythmetic Regularity 就是比如說他的生活的規律 比如說他是不是 早上幾點起床 幾點會睡覺 幾點要喝奶 幾點會上大小便 等等 幾點需要換尿布等等 也許 有些孩子是比較 Regular 比較 一般正常的 每天的 很類似的 可是有些孩子會變動很大 所以這個是 Regularity 然後第三個是 Approach Withdrawal 就是說 當他看到一個刺激的時候 他會 傾向於那個刺激 或是 會退卻 會迴避 或者是說 他的Threshold of Responsiveness 意思就是說 你要給他多大的刺激 他才開始有反應 他才開始笑 他才開始哭 以及他的 Quality of Mood 就是說你給他一個刺激 有些孩子一看到一個新刺激 就開始笑 可是同樣的刺激 對別的孩子來說 卻會 讓他覺得非常的 負向 然後想要哭 等等 他一共舉出了 九個不同的面向 我沒有要 大家記 幾歲尾就不全部都告訴大家 我們就舉幾個例子 大概就是這些不同的問 問卷裡面的向度 他最終把孩子們 分成了三個大的Pattern 第一個Pattern 請你看到書本上 154頁的最下面 第一個Pattern 我們叫他 Easy Child Easy Child 就是 所謂的容易型的孩子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看他書本上寫的 他總是有正向的情緒 然後呢 他的routine 非常的regular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arrhythmic regularity 他的那個 整個的生活的routine 是非常的固定的 然後呢 他的adaptability 適應性 adaptability 其實也是 Thomas & Chess 當初 測的九個面向中的一個面向 他的適應性是不是很高 比如說你把他帶出去 到不同的旅館去住 他會不會認床 他會不會認他的枕頭 等等 這是適應性 所以說一個小孩 如果他的適應性很強 他很正向 他的routine 很regular 我們就說他是一個容易型的小孩 可是還有一些孩子 比如說像在 155頁的上面 你看到有一種 第二種 他把他認定為所謂的 difficult child difficult child 就是當然是困難型的小孩 意思就是說他是 就是生活比較不規律的 然後呢 對於心刺激的反應也是比較負向的 那這些孩子呢 我們通常不但把他翻成困難型 也有人把他翻成難癢型 比較難癢 然後甚至呢 最初最早把這個理論 帶到台灣來的 台大心理 台大精神科的兒童心理衛生中心的 徐承青教授 當初把他翻成 磨陽經 把他翻成磨娘經的孩子 翻得非常的本土 聽懂了嗎 磨 娘 經 然後 這只是一個翻譯名詞啦 主要就是在講difficult child 第三個叫做 slow to warm up child slow to warm up 的意思就是 需要很長的時間 才會 慢吞吞行啦 我們叫他慢吞吞行 很難才能讓他熱起來的 慢吞吞行的孩子 那意思就是說他的活動量很低 有的時候他還算蠻negative的 他的情緒還negative 但是他的特色就是他的threshold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他 當他有一個情緒出來的時候 他的threshold 是很高的 就是你的刺激要很大以後 他才會有所反應 那這個是好還是壞就很難講 如果他對一個負向刺激 他比較難有反應 也許是個不錯的事 但是你跟他互動的時候 就是他比較慢 什麼都比較慢 好像反應就慢半拍這樣子 而且他的那個mood 那個intensity 他的情緒的intensity 強度就比較低 所以我們說這是慢吞吞行的孩子 那所以Thomas & Chess 就把很多的孩子都分成了 不同的種類 那這個分法當然 讓我們很快的可以把孩子像 大人一樣用性格分成不同類 但是 問題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孩子 是沒有辦法分到這三類的 所以他只 只對特別 有特色的孩子可以分得出來 可是很多在一般大眾裡面 很多孩子他們 不屬於任何一類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Thomas & Chess 的研究 那後來新的學者呢 給我們分出了一種新的辦法 那請你看書本上繼續看 就有一個人叫做 Mary Rothbart 在155頁 就講完Slow to Warm Up 那一段的第二行 Mary Rothbart 說 他說他覺得孩童的氣質 應該從兩個層面來看 一個就是他原來自己對外界事物的反應 叫做Reactivity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是不是自己能夠自我調節 叫Self Regulation 那Self Regulation 當然就跟Frontal Lobe的發展比較有關 因為你要自我調節 自我控制 那所以通常Reactivity 你在小時候看 就看到小朋友 每個孩子出生以後 很快的就會 他自己對外界事物的反應性 就會有所不同 可是呢 慢慢隨著發展之後 孩子的氣質可以調整 為什麼 因為他的Frontal Lobe 發展之後 又會有另外一番新的風景出來 因為這時候他可能可以去 用他的Self Regulation的方法 去調節他的反應性 所以這個理論的特色 就是他不只是把人分類而已 就是Thomas and Chess 的理論 比較像特質論 人就是特質 可是Rothbar 的理論 為什麼現在風行 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比較dynamic 而且他覺得人是有希望的 你小時候也許你的Reactivity 好像 並不是 這麼easy 可能是比較difficult 但是隨著他的Frontal Lobe的發展 甚至是很多家庭的環境的訓練 幫助他的Frontal Lobe的發展 是可以讓他的Self Regulation 有所改進而去Suppress 或是調節了Reactivity的狀況 Rothbar 的理論裡面 基本上把氣質分成三大領域 有兩個領域在Reactivity 有一個領域在Self Regulation 請你看你的書本上有三個黑點 第一個黑點 他叫做Positive Affect and Approach 叫做正向情緒以及趨近性 可是我想把Rothbar 的真正的 他的那個學理的名詞 你們書本上是把他簡化成 大家聽得懂的 字眼 所以叫做正向情緒 叫做趨近性 那事實上他真正的理論 裡面的這個factor 叫做 surgency 或者叫做extraversion surgency 我們把它翻成騰動性 很難翻的一個字 那extraversion當然是外向 他用的這兩個字其實非常好 第一個 Positive Affect 其實意思就是說 他有很多 High Intensity Pleasure 比如說 比如說 什麼呢 你滑滑梯滑下去 就是非常的快樂 然後很多 你碰到了什麼刺激之後 他可以 給你很大的喜悅 就是 騰動性很高 而且你會趨近很多的事情 然後你不會害羞 你也不會太害怕 對任何的事情都努力向前衝 不害怕也不害羞 這個叫做騰動性 那第二種呢 就是他是用他原來的名詞 就是negative reactivity 就是所謂的負向情感 negative reactivity 裡面就包括了你的 比如說 攻擊性 面對挫折的時候的反應 或是你的憂鬱 所以 憂鬱的情緒 面對挫折的情緒 或者是攻擊性等等 都在negative reactivity 裡面 但是 害怕跟害羞 其實到了青少年期 他比較是屬於 躺動性的部分 就是反向計分 那第三個 就是所謂的 self-regulation 我們其實叫他 efferful control efferful control 我們中文呢 把它翻成 有人把它翻成 奮力控制 有人把它翻成主動控制 奮力主動的意思 都是比較是 個體的主動性 所去決定要去控制這件事情 奮力控制裡面呢 其實我們有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 inhibitory control 一種叫做 activation control 請你先翻到書本上的 102頁 這個是老早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 其中考的範圍 當我們在講 當我們在講 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已經用到了這個概念 因為information processing裡面 我們有說 一個孩子 我們雖然把他比擬成一個電腦 可是事實上 在比擬成電腦的過程中 那個電腦的monitor 那個manager 那個打電腦的人 那個programmer 是重要的 那個programmer 他事實上是有一些 控制你的整個mental processing的過程的能力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cognitive control 這一段 在102頁的這一段 請你看到那中間三個黑點 他就告訴你說 cognitive control 裡面 到底有些什麼呢 第一個點 making a real effort to stick with a task stick with a task a task 是說 你一直黏住 一直去做那個工作 而不會去 因為別的想法 等等的 就 讓你的工作就是 不去做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其實是 抑制了別的分心的可能性 那這就是 抑制控制的意思 就是你不會去 去做那些 不該要做的事情 而且你看第二個是 stopping and thinking before acting 是說你會事先想想 你會做一些planning 你抑制到你其他的分心 然後去想想說 那你應該要做些什麼 然後接著呢 第三個是 continuing to work on 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but boring 你雖然 已經知道 馬上要期中考 期末考 你不應該要出去玩 你抑制住了自己 的分心 但是你在家裡 還是東晃西晃翻冰箱 整理書桌 沒有真的開始工作 那個時候呢 你的抑制控制應該 算不錯 因為你沒有出去玩嘛 所以你的 inhibitory control 已經出來了 媽媽叫你不要做什麼事情 小的時候叫你不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不會去做 你是一種抑制控制 或者說你內在會有抑制控制 可是到了青少年期之後 還有一種控制非常重要 也是屬於奮力控制的 叫做activation control 你要去做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要activate 你要啟動控制 所以在奮力控制裡面 到了青少年期 我們又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抑制控制 一種叫做啟動控制 那在兒童期的時候 比較小的時候 可能你只要抑制住就OK了 但是到了大之後 你要去主動去 initiate 把事情做完 其實還需要 啟動控制的成分 也包括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 Rothbar 講的 你的氣質裡面 在self-regulation 的地方 我們叫它 整體叫它分離控制 但是我們又把它分成這兩種 那你回過頭來看 136 頁 136 頁的地方 他說你的 self-esteem 如果高的話 然後接著呢 你的 self-regulation 也要好 那你的 self-regulation 像什麼 就是像我們上次 big 5 講的 conscientiousness 所以當我們在講 這個心理學裡面的 personality 的理論 我們在講 self 當作 personality 理論的時候 其實除了 self-concept self-regulation 你們書本上要告訴我們說 可以把 self-regulation 也放在這個 self 的概念 或者是 self 的那個 能力的差異上面 去當作一個 personality 的 一個面向 那你看 我們前面就是 這個課本的那個結構 你看你翻過來就是看到 我們剛剛才看過的 self-concept 的部分 對不對 在 134 頁 所以 136 頁 翻過來 self-regulation 在 136 頁的最後一段 你就會看到 他說 a key component of self-regulation is engaging in effortful control 奮力控制 就是 自我調節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包括什麼呢 包括 inhibiting impulses 把你的衝動給抑制住 而且呢 再看第二行 第二行的後面 focusing and maintaining attention despite distraction and initiating and completing task 你要把工作做完 把事情 啟動之後 而且把它做完 不要把一個工作 做一半放在那邊 就去做別的事情 你要啟動之後 要把它完成 那這其實是 大家需要去學習在 你現在的大學生涯 甚至是在未來職場上的工作倫理的時候 不要一直去啟動很多事情 但是不把它完成 那完成的過程中 你就是要 有意志控制的能力 也要有啟動控制的能力 逼著你 不要分心 逼著你去把該做的事情 即使你已經不想做了 你還是在責任範圍之內 把它做 做完成 完成不同的project 那這個其實是重要的 好 那這個是關於 Rothbar 講的 部分 我們花一點點時間來想想看 我們講的 三個理論 我們在講三個理論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講 Big Five 的時候 我們提到 Conscientiousness 然後我們在講 Self-Concept 的時候 我剛剛才指出來 在講Self 當作一個 Personality 的理論的時候 就是Self-Concept 跟 Self-Esteem 之外 還有 剛剛又提醒大家 一個小小的部分是 很多心理學家把 Self-Regulation 的能力 也當作一種個別差異 然後放在 Self 的那個 心理學的 性格理論裡面 然後接著我們又看到 在氣質理論 我們看到Activation Control 在青少年起出現 而在更小的時候是 Inhibitive Control 已經出現 這些個別差異 都指向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好的 個別差異 是幫助一個孩子 比較好的 比較正向的適應力 我們又說 比如說像氣質理論 我剛剛一直提醒大家說 這個frontal lobe 其實是可以訓練的 前額頁是可以訓練的 那我們怎麼樣來訓練額頁 然後 幫助一個孩子 有比較好的Self-Regulation 幫助一個孩子 比較有所謂的 勤勉 省慎的 Big Five 裡面的這個 factor 現代很多 大概就最近十幾二十年來 非常多的心理學者 在做這件事情 請你翻到 一百五十一頁 一百五十一頁的 title 叫做 Social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可是事實上呢 他現在的說法是用這個 你用的是 Social 這個慢慢變成了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意思就是說 你怎麼樣 你在學校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在家庭生活當中 你在所有的社會互動當中 有什麼樣的辦法 可以讓你在 社會發展跟情緒發展上 都達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所以 這些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 他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讓你的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社會情緒學習底下 最重要的就是社會情緒 能力 可以進步 在美國現在很有名的一個 Collaborative 是一個聯盟 這個聯盟 他的名字叫做Castle 請你看書本上的 這一頁的第二段 如果你是用舊課本的話 你可能翻不到 因為這是 這一版的課本 才看到的新的內容 我很高興他 終於放上去了 他說這個Castle 這幾個字是Collaborative 當然就是聯盟的意思 For Academic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你就看到 他一方面希望你能夠獲得 學業上面的成就 可是也希望在學校裡面是 五欲並重的 然後在 尤其在社會能力跟情緒能力上面 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然後我們來看看他說 這個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大概包括哪些事情呢 請你看到第二個點 他說包括Self Awareness 對自我的感知的了解 Self Management 自我控制 比如說 衝動控制 然後Social Awareness 知道跟別人的關係 有同理心 有同理心 然後Relationship Skill 比如說你是跟 同儕之間 他怎麼樣在 溝通的能力上 以及交朋友的能力上 能夠有所進展 然後 Responsible Decision Making 你可以對自我負責 你不必把這些記下來 你不必把這個 Castle 的目標記下來 這是Castle 他們自己 在成立這個聯盟的時候 把他們的所有的 program 放在裡面去做的 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那我這個禮拜會給你的作業 是一個台灣的 program 是台灣的 新福里的這個機構的 program 那因為 他們已經在台灣做了十幾年了 那因為就是他們有很多的資料 然後有 現在每年大概有很多的小朋友 在這樣子一個 program 裡面 所以我在從 2016 年開始 因為他們一直都沒有 scientific research 來顯示說 他們的這一套 program 在台灣的這套 program 是有用的 所以 2016 年呢 我就 幫他們做 開始進行了一個 Longitudinal 的研究 然後去幫他們 evaluate 他們的這個 program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對孩子們有效 那我去年在美國的時候 剛剛好我去美國的那個 訪問的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也做了很多 跟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有關的 program 那我其實去的時候 我的目的 我做的研究 並不是 並不是要做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我其實是有別的 別的原因去 但是因為我發現那個學校 也對這個 現象非常的在乎 所以後來他們在 請我在系上演講的時候 我就把台灣的這個 program 帶到美國去 那演講 那因為是 我在他們的 departmental seminar演講的時候 是 今年的四月 所以就已經是 美國全面 lockdown 的時候 所以我在線上演講 他們系上的演講 但是是線上演講 所以就錄起來了 就在 YouTube 上面 所以我會在 YouTube 上面 把這個連結 分享給你 當作一次作業 然後讓你去看看 台灣在做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上面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可能是現在台灣最大的一個 我不曉得還有沒有更 好像還有比較小的一些 program 在進行 但是這是台灣現在最大的一個 所以我會介紹一下他們的 program 大概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會 把我的研究 告訴你們說 現在目前我做什麼樣的研究 他們到底有沒有效果 也給大家看看 了解一下台灣目前在做這個行業 他們怎麼做 然後以及現在的 evaluation 的狀況是什麼 所以我會把作業開給你們 我會兒 來自我感人的研究 然後和其他方的研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